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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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晴 ут Piggy 天爪 你 群 быть 芊花星辰時 有了這尾12 應該能幫到柳少 小柳商 你找我帮忙就对了 来 把你的宝贝古迹拿来我看看 六星妙华镇 待日之时方可施展 这并不难 三日之后就是日时 正合适 真的吗 可这镇封印的是神缘 比当年妖王封印则水仙子更困难 还需要三公公主帮忙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放心 我师姐和老仙王那边 我回去劝说 还有 李月师还有几日 我不想他再难过 你要是 肯把此事告诉洛哥 少了多少麻烦 不行 这件事 只能我自己承受 他呀 八成也盼着你们灵力不在相克呢 师姐 仙王已经答应了 你就帮帮萧柳梢呗 帮他呢 也不是不行 只是 这事 回头洛哥收拾你 你怎么办 你要这么说 是有点不大对劲啊 也许洛哥早就知道了 早就都知道了 你要是会错了意思 你怎么办啊 让你这么一说 是有点悬啊 可是洛哥从阴阳迷哭一出来 就让我们想办法给柳梢赔补身体 应该是已经知道了 想提前做足准备 是吗 柳梢啊 明天就要封印神员了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尚玉蓉帮我请到老仙翁 和卓公主来帮忙了 应该不会出错 好 那我边吃瓜 边喂你助威 不过呀 我还是不能放心 我还是感觉 有什么事要发生 似乎是耀灵上神 有什么事想要告诉我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 药灵上神 是不是不想我封印 你还是没想明白我觉得 药灵神员 那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不说那些了 等到你封印完成以后 你和我哥 他不就不相克了吗 到时候啊 就可以放心在一起了 即便洛哥知道了 应该也会高兴吧 幻谷之字里突然这么多煞气 快去景仙翁 卓公主 怎么回事 今日谢雨时说要去击败师妹 离开不久 里面的煞气忽然开始异动 所以禀报仙翁 想让其他雨时助阵 没想到是公主您过来了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进去看看 是 卓秋玺 哦不对 现在是卓公主吗 是谁在这里放肆 是谁在这里放肆 好大的威风呀 卓公主 你如今春风隔夜 早就忘了当年你师父的灵中嘱托了吧 关我师父什么事 我说的不对吗 若双老公主看到她唯一的猴狠 这原来依然是区区以至求无法 会不会失望寒心哪 啊 无数白刀 到时候 哪有没有现在的气势 你不敢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种幻觉 画骨池有点不太对劲 你们要随时小心警惕 是 若是有什么异常 立刻来回避 是 有事 放心吧 我有你的半腰之类呢 对 你一定能行的 嗯 要领神源的封印 过程异常的艰险 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柳商 你可想清楚了 封印神源 毕竟是外年未有之事 是 我很清楚 为了三剑 为了洛格 这是我的决定 你还不得了 什么 你还不高兴 你还不高兴 你一分响 你一分胀 你一分手 有 神愿 这是在 封印神愿 神愿在抵抗阵法 神愿 神愿 离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们修相得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的对手是我 而不是刺激飞煞那位 面能为何攻击秋仙 看来头秋仙 是被力气影响了 老哥 我顶不住了 快来帮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沈玉柔 安顿好你师姐 来崇华宫朝我 洛哥 封印成功了吗 刘少 这么做 值得吗 只要你不再因我受苦 只要我们灵力不再相克 我就觉得值 妖灵深渊是你的机遇 本来是可以提升你的仙法的 我对那些并无期望 你知道我的不是吗 我想要的 不过是和你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不过我们不只有彼此 更要担负整个三界 可是我只有你啊 我知道你担负这整个三界 我不能影响你 现在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值得 其实你应该能理解的 可我觉得很值得 说到三界 不如我带你去人间看一看 你来体悟一下 你的药灵深渊有多珍贵 好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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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阿蓉 发生什么了 就是 就是封印柳梢神员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 你们凶想得逞 我差点毁了阵法 害了柳梢 没有没有 柳梢好得很 有洛哥守着他呢 怎么会出意外 这还不叫意外 要是洛哥没有及时出现 说不定柳梢他就 我那天到底是怎么了 师姐 师姐 你别担心 我去问过了 就是 你去画骨池时 不小心被邪气所成 才一时 才一时迷了心智 我被迷了心智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道心满满 怎么可能会被迷了心智 是 我知道 你先别紧张 我给你倒杯茶喝 好不好 商玉蓉至今未能修成上限 丢了商老公主的人 但我哥将他押着死死的 那还有几生机会 你不能影响我的阿蓉 是 是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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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骨池里面怎么会有 这么强的杀气 你师姐已经好了 是 师姐 您向卓公主心智的这道力气 应该是来自四季杯 有人以画骨池的煞气为掩饰 突破了卓公主的防御 迷乱了她的心智 可是 我师姐一直勤勉修行 她怎么会被力气所获 力气本就是 来自于人身贪值 你师姐背负良多 最后反被执念所控制 做了一些错事 也是人之常情 都是因为我 师姐才会这样 商玉蓉 这段时间 力气想被唤醒了 不过 是打算削弱我 我要带柳少离开锦人 需要你来帮助我 我才能放心地离开 我此去 皆为了去寻找 适合眼下情况地 解决力气的办法 解决力气的办法 也许 我可以寻到意外助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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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我身边待着这多好啊 爹 你那乖女儿回来了 爹娘 沙儿 沙儿 我的沙儿呀 沙儿 沙儿 沙儿啊 沙儿 沙儿 这是咱家的沙儿吧 沙儿 咱们沙儿出息了 如今是仙女了 我今天是特意回来看你们的 而且我还带了 洛哥 快来见我爹娘 啊 陆离 不是 他是仙居的上仙 原来是上仙啊 我们家烧儿得您照顾了 我家女儿就是有出息 不光是守护人间的仙居弟子 还领了上仙回家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第一次遇到神仙 就是在这里 所以 你就是从这里出发 改变了宿命 成为三界的守护者 你说的话 仙人好像也跟我说过 今天是王俭安 特意约了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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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上去 自从大哥回去 我可以一直记着 派人来这儿打扫 干杯 就你妖宫 还有你记着呀 还怕没人来打扫吗 大哥大嫂 你们可不知道 自从你们回了仙居 这里都快成圣地了 每日都有百姓前来祈福 你们俩都做什么了 也没干什么 就是把上线 洛哥 重建五妖后府结界 平等了熬音 还人间太平的故事 传了出去 每逢佳节呀 还有人特意跑到这里 奉齐天都许愿的 特别虔诚呢 你说 仙居有的 人间都有 人间有的 仙居不一定有 为什么 人人都想为了一仙班呢 你看 这些人间的美好 正是因为有人守护 正是为了守护这些美好 才有仙居 才有像舞阳侯那样的人 努力修仙 看看凡人都努力生活 修仙者更要勤勉不断 你拥有药林神远 足以说明 你是被天命选中的人 不要因为个人的小情 而白白阻碍了你的进步 天命 天命 你说什么 骆阁又带着柳梢 私自上凡间了 是 先居诸室 是山公主在赞担 真是胡闹 是 你下去吧 是 骆阁呀骆阁 你是不是疯了 就这样丢下仙居 你到底还想不想生神 不行 我不能答应他如此自毁前途 这样不是更好 骆阁沉沉沉情爱 才是你的机会 谁 谁 你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你呀 你难道忘了 女族的事情了吗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不 不是 那些事不是我做的 不是 有事 想守护三界 你猜猜 我会给你准备 怎样的礼物呢 啊 怎样的惊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世人所求 不过一瓢瘾 一旦是 若无人护其安稳 那妖孽邪随必将航行 人间便如哈比地狱 周大者任重 马俊者远持 你继承药灵神源 这人间便有你一份责任 我明白你想要说的意思 可洛哥你知道吗 得到药灵神源 并非是我的本意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却好像是个影子 只能过别人的人生 我已向赫纳寻了 千环星辰时 应该可以帮你 快速提升修为 君上 你想问什么 直说便是 不要吞吞吐吐 那千环星辰时 本是提振真源之灵药 柳少姑娘是封印神源 也不是很适合她吧 您 您怎么就 柳少和洛哥 他们为了三界平安 付出了很多 我不过 尸体妖精略进绵薄之力罢了 老臣明白了 我头好晕 我这是怎么了 你只是因为刚刚封印神源 造成的身体不适 是 老草正在炼花星辰时 这段时间 你要加紧练习免乱 但也要注意方法 一旦灵脉受损 后果不堪设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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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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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勤加练习 就能熟悉勉伦的力量 万一四季杯有什么异动的话 我还能帮你分担一些呢 看来 经过这些时日 你终于想通了 刘少 你总是能 带给我惊喜 我想要和你一起并肩 守护三界 最重要的 你也是我想要守护的人 他们两个倒好 自己下凡我玩去了 我还等着问哥哥诅咒的事呢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回来 上仙回来了 哥 你们这几天 在凡间玩得好吗 给我讲讲呗 这是我用新采的花露泡的茶 你尝尝 挺好喝的 你来找我 肯定不是为了这个吧 说吧 有什么事 我呢 是想着妖精和仙居之间的万年隔膜 对整个族群万年的惩罚 这也足够了吧 这个诅咒是上神下的 当时无人能解 可上神悲悯啊 即便是诅咒 想来也会留有一线余地的 你是为了阿福君才来和我说这番话的吗 如今四季杯并非牢不可破 刘少威的四季杯也在苦练免伦 你却成天想着那个阿福君 阿福君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离他远点了 哥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能这么说他 他虽然不是好人 但也不是十恶不赦 哥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去 尽足思过 哥 诺哥尚嫌 双公主丽天殿有请 哥 哥 常常 jungle 家 Do you 行是否 需要无痴吗 från奚 做得不错 只要洛克回到仙居 就只能不停的损好仙愿 他若唵不 我便强野了 只要洛克持续 这三斤 不会发生什么吧 新产生的裂缝不同以往 是有人用外力破坏 能逼人耳目进入四季杯捷径 并去破坏四季杯 必是先居内部所为 之前在四季杯牺牲的弟子 应该也是被此人所害吧 还有 画骨池连接四季杯底的生门处 不断有力气涌出 你们想的没错 我一直怀疑先居内还有叛徒 此人很狡诈 虽然我消除了阴阳迷糊的戾气 四季杯暂时稳定 但历经万念 四季杯已大步入从前 我其实很担心 内应不出 终有一日四季杯会轰然倒塌 四季杯下那位 一直在寻找机会 他想将这力气送入画骨池 在那里积攒生根 当年月光上审的修为何等之高 都被这力气混了心智 如果在画骨池攒得多了 仙君任何一位仙长 都经受不住的呀 画骨池的力气 我亲自去处理 但需警惕先长弟子被戾气所亲 你们莫有 给四季杯底下那位积活 需除掉这个祸害 才能安心 哎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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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去医治 那我守在这儿 我盯住四季杯下面那个怪物 至于先驱那个内衣 一旦让我发现它 我一定抓住它 好 辛苦谢于氏 臭哥哥 坏哥哥 就会把我关起来 咦 这结界 不是吧 我居然破了哥哥对我设的结界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天哪 不必担心 对 只是竟然接连有事 运功过度而已 休养一段时间 自然就没事了 我说上仙 你这刚缓过来一点 一回来就搞这么大事 什么时候身体才能调理好啊 我跟你说啊 不要总是这么折腾 我可吃不消 你的身子 可经不住这一次次搓磨 没什么大碍 对 洛哥怎么说也是上仙 老草 你也真是的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乱说嘛 老草说得对 这是那邪无故意为之 看来 他近期还会有所动作 老草 洛宁 你哥不是让你禁足吗 你这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还正想来问问老仙翁呢 我哥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今天 我只是多用了几份力气 居然把哥哥给我设的结界给破开了 你哥呀 给自家人设的结界都比较随意 而且这跟他自身的状况有关系 今日他封印利器 宫里费了不少 所以让你捡了个便宜 哥哥没事就好 那我就不去看他了 免得他又把我管起来了 下次他再要关你 你就跟他说老仙翁找你 躲到我这儿来呀 仙翁最好了 对了 仙翁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打听打听 什么事 跟济水妖精的变故有关 我想知道 济水族诅咒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 让你知道也好 让你知道也好 当年济水仙子知道了要跟他结为夫妻的人 不是狐仙 是妖王 他当时就想要逃离 可是被封印仙缘囚禁 他被迫一直留在妖境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有一日 他借住法宝 解开了封印 来到了菩苏树下 树林 你一直都认为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现在呢 真心相爱的下场 就是这样吗 他做的那些刑警 跟禽兽有何分别 当真是歇妖书途 原来 老仙长们 说的才是对 分享 你手钓去 让你活动 大来 真心相爱的 灵魂 我们被你活动 相恋站 我们也会成为 宝珀 所以也会变得 答应 我们都不知道 这旅程 不愚慨 都ру 想回避 却又遇见你 情不自禁 我寸步不离 漫天星辰呼唤沉昔 愿你心事变透明 渴望拥抱足够仔细 难发不知 蜻蜓 日月之间穿越宿命 大方回忆 换你留住背影 去避轮回红尘与潮汐 又无悔一生的后悔 为你追逐应许之地 痛着心扉 再遇醉我愿意 沉醉 离别何时来临 先知情 不要停 我们结局 至远之间穿越宿命 线索红奥 大方回忆 扮演 你留住背影 起风灯灰红尘的潮汐 永无悔一生的后悔 为你追逐应许之地 纵彻心扉 再一次我愿意 这醉离别何时来临 先知情不要停 我们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